哈喽早餐好 昨天晚上这张床睡的是真舒服 看到了他们送了我们两张咖啡券 应该是这个酒店下面自己开的一家咖啡馆吧 我们到咖啡馆里就喝杯咖啡吧 好嘞进来看看 有好多的面包啊蛋糕啊之类的 不错 哇 这么多蛋糕啊 这个可以的啊 哇 原来这个还包含了这里的蛋糕可以随便点一个 哎 真是 那这个可能就相当于他们的早餐了吧 有可能啊 算是早餐券就算是 咖啡馆馆接还是挺不错的 啊 黑白是两个色调 干干净净的啊 我坐在墙角啊 一杯咖啡 度假的感觉就出来了 蛋糕做的挺好的啊 吃完早餐我们继续出发 今天我们要上岛咯 但是在上岛前要办些事情啊 还是要去买我那台该死的打印机 找到了一个打印机的专卖店 那这儿是百分之百有了 啊 干净的吧 所以像这样的城市啊 它有这样的一家专卖店 别的地方货都不用铺开来了 是吧 都只要这儿就OK了 打印机买好了啊 人在后面了 继续出发 哦 拐弯就到码头了 诶 为什么不让拐进去啊 诶 它怎么写的呀 这条路在修 啊 只能从前面那个口子进了 那个口子进去 好 从这条路拐进去 上岛前要在这儿做一个登记 呃 要做一个已经打过疫苗的登记 啊 这儿要做一个记录 然后就可以上岛了 啊 然后车子这里买票 上船 买苏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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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只能买到5点钟上船的票 我们现在才1点钟 好几票 买哪一百多票呢 买哪一百多票呢 ok one passport ok children passport ok ok吗 对啊 嗯 牛牛的护照有点过了 好像小孩的 也一样 她扫一下都可以用 买苏妹 买完票接着往前 就排队排着吧 那就只能排着了 比预期的要早 诶 奇怪这个码头好像没来过嘛 之前我们来的好像不是这个码头 有好多个码头可能到岛上去 往哪边开 哦 往这边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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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他们是有预约的先上 然后有空位就是现金买票的再上 哎呦我还是最后三个车位中的一个 哎运气还不错 两点钟这一半我们就赶上了 好嘞 嗯 那就停在这儿了 啊 车子停好了以后我们现在就上甲板 我们上甲板 这个船还蛮新的嘛 我上次来的时候那个船很旧 是我们国内的一个二手船 好像还写着什么博鳌论坛啊什么的 这个感觉挺新的 我来看看 哦 大海 啊 漂亮啊 漂亮的大海 再往上看看 哎 他这个没有空调房呢 哦 有有有有有 这儿还有个空调房 这儿还有插烤串的呢 哦电动门这么高级 哦这里还有一个儿童活动区 里面还有一个小超市呢 哎感觉还不错哎 啊就是一个小超市 楼上是啥 哦楼上就是甲板 啊 啊 哇 一个甲板 就太晒了 看是真好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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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向着远处的那个岛 就是到苏美了 啊 开了一个多小时啊 船终于靠岸了 我们要上岛咯 苏美岛 嗯 我最喜欢的一个泰国的岛屿 没有之意啊 就是最喜欢的 今天上岸特别堵 因为要检查 我估计是都要做那个 登记啊什么的上岛的人员 每辆车都要做一下检查 不知道是不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登岛前填的那个码 我们递交了一下我们的那个打过疫苗的证明 然后就OK了 呃 可以出发了 好啦 这样我们就算正式的踏上了苏美岛 诶 水里是个啥啊 不是不是海报是吧 它就是漂了一个黑色的东西 好啦 正式踏上苏美岛了 沿着这个滨海公路在这儿开 哎呦 开着心情就好呀 哎呀 晚上不知道能吃到啥 因为我们的朋友那个陈老师已经在岛上了 他在给我们准备中餐 嗯 晚上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中国菜了 太爽了 啊 我们陈老师在这里等着我们了啊 就这一套房子是我们的 我们先拿一下东西 哎呦 一厚北乡的东西啊 来来来 我们分两趟拿好了 你随便拿一点什么上去吧 哦 我打印机要带上去的 赶紧 帮着拿一点吧 啊 你不用了我们再分两趟好了 好嘞 你先拿吧 剩下的我来 好 拜拜 好我们从车库啊 上楼看看 我还没见过这个房子长啥样的 哎呦 哇 真心不错呀 哇 哈喽 哈喽哈喽哈喽 哇 真心不错 来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出来看一下啊 这里还有个大泳池呢 哇 能看到大海啊 我的天哪 太爽了 哦 没事可以坐在这儿喝啤酒 是吧 那儿还有一个下沉式的小吧台呢 哦 可以不错不错 可以的 那我们参观一下屋里面啊 哇 我们的陈大厨啊 陈大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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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没气躁哎 对没气躁 太带劲了 没气躁哎 这个电磁屋真的是没办法上菜 哎呦 球球你看在那儿 我们去看看房间啊 哦 看看房间 啊 并排并的三个房间 这是一间 啊 这是一间 一个房间 然后 哇 这么大个洗手间啊 一样的 三个房间都一样的 我们只能用两间 还有一间多余的 哎 我们来看看外面 哇 一个大露台 一个大露台太带劲了 哦 一个露台 直通三个房 直通三个房间 可以可以可以 啊 这件事陈老师他们的 我们就不进去了 他东西都已经放在这了 哎真不错啊 下边就是泳池 这么一个房间是大概500 500多点吧 人民币 然后三个房间 你如果三家人来的话 那基本上就100多块钱一天 哦 这房间是不是特别爽 对吧 买啥房呢 租房多好 是吧 买啥房不需要买房 租房 哎 这是个啥 这个我那天想去买 后来小杰搬走的时候 小杰留下一个 留下一个 特别好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算安顿下来了 然后我慢慢的下边再去搬点东西上来了 然后过会儿我们就准备吃晚饭了 很老实的美味啊 他的这个真的我们是比较合适 然后今天认识了个新朋友 苏美岛老孙 苏美岛老孙也是做自媒体的 然后今天过来蹭饭吃 云南人 然后吃我们的这个江浙这边的菜 也吃的惯了啊 吃的惯了啊 那就好 这些啊 吃了不跟你们聊了 饭哩 or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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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饭